一场温暖的相聚 引发一次寻找 那就因为这件事情 兴奋过后就出动了 我心底这一份埋藏了很久 一个心愿 然后就也是在努力地去重温 幼儿时候的一幕一幕一幕 那些片段那些画面 一段难忘的时光 幸福永存心底 因为遇上了你 使我的童年从不幸 变成了幸福 一位出现在童年时期的恩师 星期天什么没人照顾 他带过来 病了又带过来 我就负责陪小朋友玩 他所给予我的是一种 母爱那种感觉 一段跨越六十多年的寻找 我也想告诉莫老师 我把他当我的榜样了 我把这番爱传递了 寻人心愿能否实现 欢迎您收看 等着我 加油喜事 就喝金事元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金事元 九夜独家冠名播出的 公益学员节目 等着我 我们今天的求助者呢 是一位六十九岁的阿姨 她呀姓梁 因为这位阿姨出生在广东省 广州市 所以呢 她的爸爸妈妈 就给她起了一个 特别有地域性的名字 叫做梁东升 您看广东出生 梁东升 这位梁东升阿姨呀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而就在前不久 她去了一趟海南 见到了一些她的老熟人 聚会那天啊 真是那几天都很热闹 我的微信的礼 哇 就是这个又跟我聊 那个又加我 那个又跟我诉说 那个又 哎呦 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那几天我高兴坏了 真是几天都没睡好 那就把他们那些 就是后来那些情况 大概的都了解了一下 见到这些老熟人的时候啊 梁阿姨发现 哎呀 我怎么一个名字 都叫不出来了呢 其实因为啊 他们已经有将近五十年的时间 没有见面了 分开的时候 当时啊 梁阿姨 也就是二十来岁 而她的这些老熟人呢 当时只有四五岁 五六岁的年纪 没错 梁东升阿姨 是他们的幼儿园老师 这一次聚会啊 其实就是幼儿园小朋友们 和老师 时隔将近五十年的聚会 有些人都说了 有些人都说了 一会儿 还有一个人的聚会 在天津地上 一会儿 都说了 不得了 一会儿 而就在这次聚会上 一些当年学生的出现 让梁阿姨欣喜万分 因为我没有什么准备 因为那次去得很匆忙 我原来是不知道可能回到她 是我另外一个小朋友 说她可以开车送我去 因为几十年了 我看到她我觉得很欣慰 她终于是学会走路 您看将近五十年了 因为她曾经的一个学生 学会了走路而如此的高兴 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梁东生阿姨是在1970年 到1976年之间 她在海南一共是当了 六年的幼儿园老师 而在她当年带过的孩子里面 有一个叫做罗欣茂的小朋友 就是她当年行动不便 不会走路 她出生没有多久 还不懂走路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 然后呢就是不会走路 就是根本起不来那样子 就整天坐在床上 就是到我那已经三岁了嘛 转眼就四五岁了 这个小孩子整天就一个苦相 就坐在那床上一个苦相 也因为她不能走路 我不能带着孩子外出 我不能带着孩子去上餐去杀爷 去别的连队去跟人家联欢 什么不能 那我当时怎么想 这么一个孩子 我就跟那个我们连队是卫生员 不是医生 那是赤脚医生 跟他商量这样那样 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些信息说 如果他锻炼可能还可以走 结果后来我就问他这个孩子 我说你想不想学走路 想 然后我说我帮助你 你能不能学 你有没有决心 你怕不怕苦 怕不怕辛苦 他说不怕 这个孩子啊那么小啊 他真的那个眼睛 就是露出那种很倔强的那种样子 结果后来我说好 我就教他走 就是他爸妈上班就走掉了 我就叫他走 从一开始他扶着那些 幼儿院的那些什么桌椅啊 床啊那个走 然后到后来呢 就慢慢慢慢真的一拐一拐 会走路之后呢 我就试着带着一班小孩 就去外出 外出的时候呢 我又想着呢 要帮助小朋友互相帮助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连队的 我就教这小孩子 一个就是不要歧视他 他不是想这样的 另外一个 这个小孩子很多优点 就比如说他的勇敢 他的坚强 是吧 那再一个他勇于说 自己要克服这个困难 要学会走路 然后呢就是这一路上呢 我有的时候 我抱着这小孩 四五岁了 我抱着他 我抱着他走一段 累了我下来 我就叫那男孩子 就是几个比较大的孩子 轮流地扶着他走 这个孩子很坚强 但是我看到他走得实在累了 我就抱一下他 就这样子带他们出去玩 那结果就一直一直 后来这个小孩 就会一拳一拐地走路了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没太放在心上 但是当我前几年 跟他们恢复联系之后 我19年年底 我回去了海南岛 回去了连队一趟 再次见到他 已经是差不多50岁的人了 他告诉我 后来他自学了修理电器 仍然在那个地方 结了婚 生了孩子 他就靠着他的修电器这个手艺 养活三个孩子 他的妈妈很热情地对我 哎哟 在那里就是 就是精心地煮了一大桌子菜 那样子招到我 然后临走的时候又塞这样 跟那样子就塞 往往往往往 往那里塞又是怎么怎么样 忽然间去我没有准备 结果后来我就 给了一个历史风 我说这是老师给你的奖状 补上一个奖状 就奖励你这种精神 就是表达我一个心意 也希望您努力 您看将近50年没见的幼儿园老师 给了他曾经不会走路的这个学生 一个大红包 奖励他学会了走路 有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这个画面是不是特别地感动 特别地温馨呢 其实啊 在我们身边 这种跟幼儿园老师之间的 这种重逢啊 聚会 好像不是特别多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这种聚会啊 本时也是对一位 幼儿园老师最好的褒奖 是的 梁东升阿姨是位好老师 梁老师是我小时候的幼儿园老师 他是非常有爱心 很温柔的一个老师 对小朋友每一个都照顾得很好 有哪个感冒呢 他马上就送到医护所 这个老师非常有爱心 我是小罗 我是梁老师教过的小朋友 我小时候得过小麻痹症 梁老师对我是很好的 平时都很关心我 那么多年来都还能保存那张 那张黑白照 我第一次拿到黑白照的时候 我一下子真的是很高兴 很惊喜啊 四十多年了 梁老师还能记住我们 还来我们这里 应该是教了六年吧 六年就幼时生涯 说句不好听的 你要不负责任的话 只要孩子不出安全事故 那你就没事 那如果我是上心的话 我把他们教得很好 我教到小学老师那个手里头 我有一点能力 我能够帮上他 也是我一种责任 一种荣幸 也是一种善行 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是用了心去做 从海南回来之后 梁阿姨就更睡着觉了 为什么呢 有一个人的身影 在她的心里起起伏伏 这一次和她的学生们的聚会 触碰到了梁老师 对这个人的思念 她呀迫不及待地 想见到这个人 那就因为这件事情 又出动了 就是兴奋过后 就出动了我心底 这一份埋藏了很久 一个心愿 重新联系上这些孩子 让我知道当年的他们 和现在的他们 过得怎么样 成长得怎么样 那如今我知道了 但是我的老师 还不知道我今天怎么样 我也想给老师知道 我后来是怎么样 努力成为一个 就是还是说一个好人吧 是吧 那我也想知道老师 后来怎么样 见到了自己的学生以后 梁老师也想见见 自己的老师 这位老师姓默 不用说 肯定也是一位好老师 说起这位默老师 梁阿姨说了这样一句话 都说幸福的童年 可以治愈一生 不幸的童年 要被一生所治愈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梁东升阿姨的童年 并不是完美的 甚至也谈不上 特别的幸福 他出生在广州 一个普通的人家里 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 他上面还有一个 比他大四岁的哥哥 梁阿姨对自己的爸爸 没有太多的印象 因为在他大概 也就是一岁的时候 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所以他是妈妈 一个人拉扯他 当然还有他的哥哥 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所以妈妈非常的辛苦 三岁之前 就是跟我外公 去过他的工作单位 好远的 在那里生活 但是说实话的 都是男人不懂蛋 就害得我 老是吃那个水产 怎么鱼虾蟹那些 就吃得身体不好 然后没有人跟我玩 我只能每天 是搬个小凳子 坐在门口 看着前面的人来人往 看着那些人 去菜场买菜 带着菜回来 然后呢 我哥哥 是七个月出生的 叫七星仔 也是体弱多病 小时候我老生病 经常都要 跟着我妈妈上班 然后在他单位的 那个医疗室 看病打针 那些人跟我都很熟悉 他们多次的跟我讲 你长大要孝顺你妈妈 你妈妈很辛苦 你妈妈带你们很辛苦 这句话我是一直记在心上的 也始终是很感激我妈妈 那么辛苦把我们养大 我妈妈一个人是顾不上来 没有办法的 妈妈就把我们 都送到幼儿园去全托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 可能对全托这个词 比较陌生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 实际上啊 在梁阿姨小时候 这是一种幼儿园里 常见的学制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啊 小朋友一周六天 在幼儿园里吃和住 由幼儿园的老师全程照看 而到了周日呢 再由爸爸妈妈来 把孩子接回家里 住上一天 被送去全托的时候 梁阿姨呢 也就是三岁多 还不太懂事呢 她到了幼儿园 一看 嘿 不错啊 有草坪 有鞦韆 还有大概同年龄段的小朋友 这可把她给高兴坏了 这可比老爷家门口的人流 好玩多了 如今的云台里幼儿园 就在梁东生家不远的地方 每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 梁东生都会停下脚步 向里面张望 这里充满了她儿时的回忆 我记得进幼儿园的那天 我妈妈牵着我的手 进了幼儿园 往左边走 就看到一个大操场 我一看到很多小朋友 在那里玩得很高兴 我就不顾我妈妈 不理我妈妈 自己跑去玩到一起去了 就是心里头很高兴 觉得有小孩子 小朋友一起玩 就很快把妈妈都忘掉了 我妈妈走我都不知道 我记得当时 就是第一次 我是很快乐的 就是奔向了 跟小朋友一起玩 然后把妈妈都忘记了 但是也从此 开始了我的拳托生活 到了晚上 妈妈没有来 那个时候 梁东升就开始想家了 他想妈妈 想哥哥 想回家了 我们那幼儿园 有一个楼房 我忘了是两层 还是三层楼房 上面有一个天台 我记得有一天 就是老师 带我们一般小朋友 早上的时候上去看 就是出个早餐上去看 蓝天白云和天上飞的 飞鸟 然后那个地方 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个年代 也很多时候 有小鸟飞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燕子 还是什么 有小鸟飞过 老师经常讲故事 唱那个什么 小燕子那个歌 什么的那些 当时我就想 这个方向一直去 可能就到我妈妈那里了 我记得呢 小朋友有的时候淘气嘛 比如说 好像有的时候 趁着老师不注意 我们走到幼儿园的后门 那个后门呢 就是有的时候有人出入 有的小孩子玩皮 也会自己去开一下那样子的 我曾经想过 我要是从这个门口出去 能不能自己找到家 想家 让梁东生哭了好多回 更麻烦的是 小时候的梁东生 他的身体特别的弱 在幼儿园里 有一间隔离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孩子们生病的时候 住的这个医务室 怕相互传染 而小小的梁东生 就是幼儿园里出了名的 常住隔离室的小病猫 我经常又会生病 身体比较弱 然后呢发烧呢 我印象之中 发烧有的时候 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朦朦胧胧就听到老师 和值班的阿姨在说话 在讨论我的病情 记得经常是大白天 我住在隔离室的时候呢 莫老师会不时地 叫一个小朋友来看看我 问我有什么需要 要吃饭啊 吃面条啊 感觉怎么样啊 那样子 虽然我在隔离室 但是我都不怕 因为我知道老师会关照我 老师没有挖击我 梁东生说到的这个老师 就是他今天要来寻找的 莫焕玲 莫老师 其实啊 来幼儿园的第一天 在那个曾经让梁东生 快乐无比的草坪上 他就见过莫老师了 莫老师呢 他个子一般 脸圆圆的 我印象之中呢 他经常是烫着短短的卷法 脸上永远是微微笑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高声地说话 也没有说很严厉地跟小朋友说话 永远都是那么和蔼和亲 那么温柔的 初到幼儿园的日子呢 就是日子过得很快 我也很欢乐 也很听话 然后莫老师呢 对我也是 可以是 也比较喜欢我 然后呢 就会 经常叫我做小助手 比如说跟他 分派一些东西啊 带小朋友一起去唱歌跳舞啊 甚至叫我 领着小朋友去编排一些 比较简单的小节目啊 我觉得我人生之中 第一次担任这个角色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领着小朋友 真的是乖乖地在那里 编排一个小小的那个舞蹈吧 我还记得那个小小的舞蹈 我是人生第一次的 真的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 怎么编排这个节目 就应该是我们小时候 经常唱的一个什么 找朋友 找朋友的那个歌 什么 找啊找啊找啊找 找到一个朋友 金隔离我熟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挑物再见 大概就是这首歌 那段日子是很愉快的 反正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我能够帮助这个老师 能够帮他一点 忙我心里觉得很高兴 然后又觉得老师对我的信任 也更加是可贵的 想家生病 这是梁东升初到幼儿园那几个月 他印象中最深的事情了 而更糟糕的是 他的妈妈呢 因为一个人养家 还要照顾梁东升经常生病的哥哥 所以啊 有的时候真的做不到 到了周末 就能按时去幼儿园 把女儿接回家 所以那个时候 梁东升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哭 那有一次呢 就是我当时是生病 生病 恢复期吧 还在那个幼儿院的隔离室 也遇到了是星期六 应该是回家的日子 我就走到哥里室的门口 对于这幼儿院的大门那个地方 我就在那等 等着妈妈来接我 当时是下着雨 我看到小朋友 让家里的人一个一个的 那个小朋友一个一个的被接走了 而我没有 一直在那里 最后剩下我自己 那当时有一个那个值班老师 一走出来 哎哟 怎么你还没走啊 你家里人没来接你啊 后来她眼泪就流下来了 算了就是好像 小朋友吧 就觉得是好像被抛弃的 这种感觉 一个三岁多的孩子 想家想妈妈还经常生病 哎呀 太需要一个人 来好好的爱护她了 而莫老师就是这样 一次次的出现在了这个 哭泣的小姑娘的身边 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 她带着她的儿子 带着我一起去公园玩 去月秀公园那玩 就莫老师买了两碟那个 那个马蹄粉 然后她跟孩子吃一碟 那孩子吃得很快 很快他们那碟就吃完了 我在旁边就慢吞吞地吃 也在看着他们 那小男孩吃完了 就指着我的碟子 就好像说我还要我还要 那样莫老师就问我 小姐姐弟弟要吃 怎么样你能给他一点吗 我说行行行 赶紧就推给他 是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莫老师 也觉得我挺懂事挺乖的 想家的苦涩 就被马蹄粉的甜 这样一点点给融化了 因为梁忠生经常生病 所以莫老师很担心他 说他一个人住在医务室里 不方便照顾 所以莫老师就决定 把梁忠生接回到自己的家里 晚上就让他睡在自己的身边 让这个小姑娘成为自己家的一份子 可能看我是太多时候 要晚上发高烧 要去看急诊 白天住隔离室 后来就干脆从那个睡室 把我的小床搬到他家 放在他的大床的后边 我记得就是一进门口 这边就是他的大床 就是这样子把那个床口向外 然后我的床他就在门口 在这个大床的后边 就是这样子摆 把我的小床这样子摆 摆着下去 我还记得他拿着我的小床 放在那个瞬间我还记得 很清楚 那个床那个边上是绿色的 然后那个床的中间是木的颜色 就原部那种颜色的 那个小床 我好像心里头就 把他好像是当着妈妈那样子看待 我就是很听他的话 梁阿姨至今记得 莫老师家里有三口人 那个和自己一起吃马蹄粉的 是莫老师的儿子 梁东生一直管他叫弟弟 但是叫什么名字 好像也不太记得了 只记得确实比自己 要小那么一点 莫老师的家不大 但是特别的整洁 而他当年住的小床 紧紧挨着莫老师的大床 所以他睡着的时候 特别的香 特别的温暖 我妈妈有时摆了一些保健品 在他家 比如说盖片的样子 他放在柜子上面 他就到时候就让我去拿 然后我自己有时惨嘴 因为那个盖片都很好吃 就爬上柜子的上面 我就爬上去拿 然后老师说 你不能多吃的 你要按时吃 吃多了不好的 我还记得他这句话 然后我就记住了 以后都不会了 从三岁多进入到幼儿园 认识了莫老师 一直到七岁和莫老师分开 梁东升和莫老师在一起 大概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 那些年里 莫老师是他最亲近的人 也占据了他学龄前记忆的 大部分时光 我觉得他 我很喜欢他 所以我很听他的话 也愿意帮助他做一些事情 我会很主动地帮助他 照看一下小弟弟 或者是做一些 就是小小的一些事情 帮助他拿拿东西 这样那样尽我的能力 然后我觉得 老师是看在眼里头的 尽管他没有说 但是我心里头 我觉得我能帮他 我心里头也觉得很高兴 早上就在门口守着门口 不让那些找到的小朋友 进房子来打扰莫老师 我当时是这样子想的 就觉得莫老师对我那么好 就好像我的妈妈那样 我就不允许人家打扰他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消失 反正我觉得 我在那几年 跟莫老师相处的日子 我是觉得 就是觉得怎么样的 心里头就慢慢慢慢地 就觉得是平静下来 就从缺母爱 一直到觉得有了母爱 那份的情感 然后就觉得很快乐 在梁东升七岁那一年 因为幼儿园改制 所以学校要求 把所有全托班的这些小朋友 集中到另外一所幼儿园 去照顾 就这样 他和莫老师两个人 分开了 之前就知道我要走了 我就很舍不得的时候 就是莫老师就安慰我说 那个幼儿园跟这里很近 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我会去那里开会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莫老师就送了我一个 很漂亮的法卡 那么三四公分长吧 有那么三四颗 那个粉红色的很大的一个小珠子 围着一圈那个很小的乳白色的小珠子 那个时候是觉得很漂亮的 那个年头这个东西很少见 他就送了我这个小卡 那个时候的小梁东生 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分别 他只知道自己特别喜欢莫老师 喜欢他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的童年时光 我后来去到那个新的幼儿园 我那个班的教室是在二楼的 一看就看到幼儿园门口 就是前边他有一个会议室 有一天我就看到莫老师进去了 哇我的眼就发亮了 然后找借口就走去那个门口 那老师在等啊等啊等 我就记得我心里头一直惦记着 那个门什么时候开 那个老师什么时候出来 结果终于给我等到那个门开 莫老师出来我就冲上去 就抱着莫老师 很高兴那样子 然后莫老师看到我也很高兴 就是拍拍我抱抱我那样子 我在小北路小学念小学的时候呢就是念到 我记得是我九岁 八二十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我妈妈就讲 就说要带我去见莫老师 那莫老师在舱边路住 就是小北路前面那个路住 就这么巧 住得这么近 我就很高兴就跟着妈妈去了 那然后就是莫老师也是听到我学习好 也很高兴 那然后我妈妈就说 那莫老师在这儿 以后你自己来找莫老师 你可以自己来啊 虽然妈妈跟他说 说以后啊你自己来找莫老师 但其实这一次见面 就是梁东升和莫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都说六岁之前的孩子都应该是 有母爱才能够健康成长的 而我那个时候呢缺少了母爱 心里头经常是觉得孤单无助 而且是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 觉得好像对其他什么东西都缺少一些兴趣 缺少一些缺少欢乐那样子 那这个时候就是莫老师 他不单只是在那个生活上能够关照我 而且呢更多是在那个我生病和那个平常的 就是帮助我解除那种孤独感啊 和给我一些爱啊那样子 在这方面做的很多很细致的 反正我后来一直长大 我不时都会回想起那段日子 那几年的日子 回想起莫老师所给予我的 我觉得我越大越知道 就是因为有莫老师 我幸亏是遇到莫老师 才能够改变我的童年 我才会觉得童年是欢乐的 幸福的 但是我越来越懂事 回忆越多 我就越能够自己逐步地走向 可以说是走向光明 就是那个人格的成长 梁东升慢慢长大了 等到中学毕业之后 他离开了广东广州 去到了海南工作 在那里他也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他开始学着莫老师的样子 把自己的爱给了更多的孩子们 让他们的童年能够幸福快乐 当然他也时刻没有忘记莫老师 对莫老师的那份想念 一直留在他的心底 多的时候上了三十个 少的时候就不好说 一般十来个吧 是这样子 但是呢就是从我手里头出去的那些人 反正在学校最受欢迎 他们告诉我 我最喜欢接受你们幼儿园的孩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教那些孩子呢 就是我会从几方面去教育 一个肯定就是生活上的啦 就培养他们生活一些比较基础的自力能力啊 还有一个就是礼貌啊 就是文明方面呢 那还有就是文化方面的 什么唱歌跳舞啊 那还有文化方面的 说话教他们普通话啊 教他们写字啊 教他们算术啊 还有什么画画 什么都一间挑了 全能了 什么体育啊 做游戏啊 手工啊那些 什么都做 那这些人说起来 可能就是因为莫老师的教导 我从小又是这个好孩子 反正这些方面 我都好像有点基础那样 所以就是会比一般人做的好一点 而且我是用了心去做 然后呢 在教育局工作的亲戚呢 还帮助我弄了几本 学前教育书 那个时候是世界前列 学前教育前列的书 其中一本就是爱的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教具体 怎么样的方式方法 怎么教的 然后我拿着那三本书 就开始了我的幼师生涯 在海南当幼儿园老师的时候 梁东升大概就是18岁左右 在现在看来 当时他也就是个半大孩子 但是啊 他心里有爱 所以您看 这样的老师 是不会让孩子们忘记他的 我当幼师呢 其实心里头就是 莫老师的形象 就莫老师是我一个榜样 他当年是怎么教育我们的 怎么样关爱我们的 那我就是有这个榜样去做 就比如说有个小孩子吧 他发高烧 然后呢 家里头呢 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煮点稀饭给他吃 一个就是给他们注意 就平常注意不要感冒了 就太热不要什么 居然我幼儿园前面 很多个石头 就是很多块那些吐起来 山上的石头 我在那里当了几年幼师 居然没有一个小朋友 被石头碰到 是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我是很眼疾手快的 真是一看到他这样子 我就马上一把我就拉过去 就会这样子 就是一个责任性的问题 说实话那么多石头 你连一部人看到都觉得怕的 但是我在我手里头 就没有一个人摔倒过 没有一个人摔破流血 没有这样子 我们那里的人呢 都是回来探一次家 就会带一个手表回去 一般是120块钱一个手表 到我的时候 我就在犹豫之后 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说我不想要手表 我想要一个收音机 因为我想我和我的孩子们 能够听到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 那个时候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下午四点钟 小喇叭广播开始 小孩子那个 那些什么唱歌跳舞欢乐的那个 一个就是我可以学到儿歌 再教他们 那我就跟我妈妈讲 说实话的 我买那个收音机 是168块钱 熊猫牌的半导体收音机 那结果我买了那个收音机回去 欢声雀跃那样子了 然后一听到广播的时候 都静悄悄的 每天下午四眼中 他们就知道这个广播要开始了 都坐在那里很安静的 小朋友 小奶爸开始广播了 七六年的时候 就是我的调音下来了 那天我还在幼儿园上班 当时我搬行李 上这个车的时候 惊动了大人小孩 那些家长都出来了 然后我就看到其中 又妈妈就流眼泪 就这样子 回到广东省广州市以后 梁东升依然在教育系统工作 他开始担任小学和中学的 校内外辅导员 把自己的热情和爱 带给更多的孩子们 当然他也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和尊敬 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通信 那个小孩子小写信都不会嘛 就没有联系 一直到前几年才联系上 有了微信之后 就有一个小孩的姐姐在那发现了我 就跟我联系上了 跟我联系上之后 我马上就问 你的两个弟弟 我的兵 他两个弟弟都我当年的小兵 一个大弟弟 一个小弟弟 我说我的兵现在怎么样 我很想念你们 这么多年 没有你们的消息 然后他就说 哎哟他们都很好 现在谁又怎样 谁又怎样了 然后就说 我们这些天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聚会 我告诉他们 到时跟你联系 就加了我微信 然后就那几天他们就聚会了 聚会那天啊 真是那几天都很热闹 我的微信那里 哇就是这个又跟我聊 那个又加我 那个又跟我诉说 那个又 哎哟我整身忙得不可开交 那几天我高兴坏了 真是几天都没睡好 那就把他们那些 就是后来那些情况 大概的都了解了一下 然后他们又给我发照片 那样子 然后我呢就把 当年几次有限的 跟他们一起合拍的照片 那后来我把那些照片 在那个微信上 一发给他们 很多个孩子说 老师你的照片 保存得这么好 真是非常分散感情 梁东升阿姨 她的生活里 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早逝 而变得很不幸福 她的童年 依然是温暖的 幸福的 她觉得 故事的转折 就是莫老师 出现的那个时刻 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不幸的童年 要用一生来治愈 而幸福的童年 可以治愈一生 莫老师 您还好吗 可以在六十多年之后 对您说一声 谢谢吗 这么多年 梁东升一直在寻找她的老师 接到了她的寻人求助之后 我们的警方和志愿者 携手展开了寻找 这是一次温暖的寻找 六十多年前 莫老师用她的爱 温暖了梁东升的童年 六十多年间 梁东升以莫老师为榜样 感受着这份温暖 也把这份温暖 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六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能不能帮助梁东升 找到她思念已久的 莫幻林老师呢 我幸亏是遇到莫老师 我才会觉得童年是欢乐的 幸福的 好像心里头就 把她好像是当个妈妈 那样子看到 梁大姐 你好 你好 请进 好嘞 我是志愿者 我叫燕子 你好 今天呢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个 寻找的一个结果 这张照片 认得出来吗 认出来 认得出 是谁 认得出 就是莫老师 是莫老师 对 莫老师 对 对 对 就是这么多年 我的心里头 不时就会浮现出她 就是我小时候 就是对她那个印象 印象是吧 但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还是在广东省的广州 找到她 是吗 对 那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遗憾 在2019年 当时87岁的莫老师 因病去世了 当知道梁东生在寻找莫老师的消息的时候 莫老师的孩子左永坚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很小的时候和梁东生一起 分吃马蹄粉的那个小男孩 算起来他们也已经有60多年 没有见过面了 他知道梁东生在寻找莫老师 他的妈妈 所以左永坚也是特别的高兴 当然他也非常的激动 他决定带着妻子 一起去见一见梁东生大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加油喜事 就喝金石原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金石原九页 独家冠名播出的公益学员节目 导着我 我印象之中 好像你应该比我小 大概四年左右 那小男孩吃完了 就指着我的碟子 就好像说我还要 我还要那样 莫老师就问我 小姐姐 你弟弟要吃 怎么样 你能给他一点吗 我说行行行 赶紧就推给他 我都跟你玩过的 但你上幼儿园的时候 可能我已经离开那个云台幼儿园了 那你做老师 有没有受过他的影响 受很多影响 一直是我心里头一个榜样 特别是父母没有照顾的 有症病的 这我都站了 都叫到家里来 对 那我都站了 这两下我都站了 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 身上长满了龙疮 我妈就带到他家里 带到家里 他不会知道 去药店 问药店的 用什么药最好 他就自己买药给他 呼善了 好 谢谢 好 星期天啊 什么没人照顾了 他带过来 病了又带过来 我就负责 陪小朋友还 在和我们讲述故事的过程当中 梁东升阿姨一直说 正是因为有了莫老师 他才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而他呢 也带着这份温暖 这份爱 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而且他将这些温暖和爱 继续传递下去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祝福这两家人 这两家带着温暖和爱的人 永远幸福 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 都能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童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再次温暖和爱的人 点赞 大家也有点赞 二字兰设计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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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